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贺珠身上天然地有一种 非常跋扈的劲 喜欢结交四方友朋 大家高谈阔论 纵久高歌 我们都是有侠肝易胆的人 大家肝胆相照 贺珠的六周歌头 少年侠气 就一个字 侠 有请经典传唱人 以最原始的手段 释放沉睡的天性 用最独特的方式 让音乐返普归真 演绎流传千年的英雄故事 字幕志愿者 杨子 我们是经典传唱人 龚琳娜 老罗 毕山少儿合唱团 龚罗新艺术乐团 我们把舞魂唱给你听 龚罗新艺术乐团 龚罗新艺术乐团 师父一心追不失 追不失心的奈何 云兮云兮奈何何 少年佳琪 交界无独秀 甘叹动 毛发送 历盘舟 此生梦 已落千金舟 少年佳琪 交界无独秀 甘叹动 毛发送 历盘舟 此生梦 已落千金舟 云兵云兰 云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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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美锋开划 御权耐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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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把山西寄来 御权耐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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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呼呼呼呼呼 嘿嘿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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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呼呼呼呼 少女下期 秋节不顾休 日战风日花族 你才做不许深够 你才青春 我看巫女 死正数 你心精春 少女 想恐 少女 虾痴 冲除 cric 旋展风 我好羞 你才做不许深 你才知青春 我看巫女 我看巫女 葬生随你帮人 情侦在我旁 再次把掌声送给 经典团唱人 龚琳娜 老罗 还有我们重庆 毕山 少儿合唱团的孩子们 谢谢各位 龚琳娜老师出场 是个自带狭风的一个女士 但是老罗是那种 安安静静的儒侠 他们夫妇身上那种力量 是特别特别有 那种矛盾感的融合 我觉得特别贴合 我有点好奇就是 这些孩子才七到十二岁 你们怎么用最短的时间 让他们去了解 这一首作品的气质呢 我们首先给孩子们练气 刚开始我也会担心说 孩子能出来这种气场 但是你刚才听到了 才三十六个孩子 因为每天他们就 十分钟 你觉得很简单 但其实如果是连续下来的话 对整个人的这种状态 是很有提升的 对 唱歌用这口气 人活也是这口气 唱诗词更要有这个气场和气质 老罗写了好多根据中国的古诗词 谱曲 做的音乐作品 这是为什么 音乐是一个非常非常好的通道 让当代人读古诗词 有一个心理公民 两位在跟这些孩子们交流的过程中 你们教育的方法和理念是什么 让他们自己做主 比如说今天你们看到各种各样的动作 全是孩子们自己编的 不是我们教他们的 那些好 对 所有的动作都是他们自己创造的 那我们能问问一下这些孩子们 你们感受到了什么 能不能跟我们分享一下 龚老师每次给我们训练 都是让我们在学动物教啊 让我们体会腔体的魅力 学什么 动物教 也是练发声的方法 对 对 真体共鸣腔里面 共鸣腔 身体的共鸣腔 对 你教我一下 胸腔 胸腔不明 牛 对 牛 母 母 母 你管这个动物叫牛 牛 母 母 这是一种老牛 旁边这母娘说这是羊 羊是 这是羊 这羊 是用牛的叫声来让他们找那个公民 还有呢 猴 头 猴 老虎 老虎 你管这个叫老虎 所以龚老师是有很特别的办法能勾起孩子们对音乐的兴趣 其实我不光注重孩子们的 快乐的练习方式 我觉得最重要的是 如何把中国音乐的精气神 声 韵 调都交给孩子们 如何把中国的声音唱出来 传下去未来在孩子们身上 我就跟毕山有了这样的缘分 在那里亲自地组建了这支合唱团 现在我是这个合唱团的团长 我希望把他们的声音带到各个地方 带到世界上去唱出中国的最美的声音 龚明娜老师 其实是特别有先锋精神的一个音乐家 老罗 作为一个外国人 这么多年致力于 创作中国古典诗词的音乐 这个是最好的东西方文化交流的一个典范的 其实像项羽这样的人 和像贺柱这样的人 都是很真性情 赤子之心的人 而这点正好跟我们的孩子 他的性情是完全契合的 所以我觉得龚老师和老罗 他们选的这两个作品 也是独有匠心 知道什么样的作品是能直接进入到孩子们的内心世界里面 谢谢两位老师 也谢谢我们可爱的孩子们 好 接下来让我们掌声有请经典传唱人 龚明娜 老罗 还有我们重庆毕山少儿合唱团的孩子们 为我们开启分享通道 我是经典传唱人龚琳娜 如果你喜欢这首《舞魂》 请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 以我一起读诗成曲传唱经典 优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